你好,現在是2016年7月1號,又是一個月的失業開始 因為有朋友,他也坐在現場,問我說,脊椎側彎怎麼樣來處理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見證人,您記得嗎? 在前年,2014年的12月25號,我來到這邊做了跟您的第一次的相見歡 那您就幫我做了一次的檢測,也做了一次的體驗的調整 從那時候到現在,有一年半的時間了 那基本上,我的脊椎側彎已經得到非常好的調整 而且當時我還記得,您有告訴我要去做這個S光 前身的S光,我有前身的S光機在這裡,在片子 我現在還不去做,因為我覺得雖然是90%好了 但是我希望,百分之百的時候我再介紹一下 是,所以,那我想要講一下 我在這一年半來,我做醫護士療法的一個見證 但是呢,我要很不好意思的說 因為我照顧媽媽,那回到家,因為我媽媽已經中風四年了 那時候就是差不多是已經中風了兩年半了 所以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做醫護士療法 那您講了很多的這些運動,我很不好意思的說 我其實都沒有很努力的在做 但是呢,我很用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告訴我了以後,我沒有一間沒有綁腳 中間起來上廁所,其實我有時候在還沒有做這個綁腳之前呢 我都是差不多一個晚上,有時候會一次,至少一次啦 多的時候還要做,還要上兩次的廁所 可是我發現,我做綁腿了以後,我幾乎是 就是,我根本是,一腳就到天亮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非常的明顯,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為什麼你可以綁腳,綁一個晚上 那很多人,他們綁腳的時候呢 連師姐二十分鐘都綁不下去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個天賦異秉 但是我認為了,可能跟我有去參加十日內觀禪秀 那個十天的,十天裡面我們是從早上四點半就起來 然後就進佛堂,然後,不是,那不是佛堂 那就是一個場地,然後到了九點才結束 那就是一個很長時間的這樣的一個靜坐 有關係 所以我可能,你一般的人 要晚上不動,睡覺的時候綁腿 可能是因為這個關係 這主要是什麼? 最大原因是什麼? 聽話照做 啊,是是是 這才是最大的關鍵 聽話照做 是是是 綁腳來講,是需要一個適應期 從兩天到兩個禮拜 可是我一天都沒有耶 我綁下去我就綁 我常常講,並不是腳綁了就好 而且要配套 老師教你一些配套的東西 我發現我那個配套只有在一開始有在做一些配套 那你適應過就可能 就是一開始我做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對,就兩個禮拜 沒有做太久了 兩天到兩個禮拜,就是適應期 我的意思是 是是是 我在做攝影,不好意思 我自己認為我並沒有很乖的造所有的都造 但是呢,我發現我就是能綁 最重要的就是能綁 能把腿綁起來 然後現在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是想知道說 這樣一個情況 您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一定要照您的 對了,除此之外呢 我發現我有做游泳 有做游泳的這個運動 那也是最近 因為我是最近又回來 大概五月初的時候 又回來找老師 然後那時候有看到說 我的肌腿側彎 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呢,就是這個 背部有一些 骨頭有一些突出嘛 那後來 那後來 那個叫什麼 你不是要叫我 做游泳 你本來說 那這很簡單 你告訴我很簡單 用做游泳的方法 很快就可以調整了 但是我那時候 我的選擇是 我媽媽沒有辦法做做游泳 所以我就說 好,那我們不做做游泳 這個 我就尋求其他的方式 因為我媽媽 她不可能做那個 做游泳的 不可能 她沒有辦法貴坐 對,她沒有辦法貴坐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 這個已不是療法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方式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 所以我想請教你 如果一般人 因為你那時候 很確定地告訴我 你那時候非常確定 告訴我說 這個不是問題 只要用坐固團 坐固團的 遺骨失療法 就可以把這個 脊椎側彎的 這個部分 很快地就可以處理好 但是我那時候 因為 我做這些 對 因為我是覺得說 我如果那樣 我自己好了 那我媽怎麼辦 對 所以我就選擇說 謝謝您的好意 就沒有做那個動作 然後我是用 這個 一開始是你是有告訴我 要用那個背帶 背帶 綁帶法 八字綁帶法 可是我綁了幾次 對我有一點困擾 每天出去要背著這個 每個人都要問我 哈哈哈哈 然後睡覺的時候 也不是綁著睡覺好像 不需要綁著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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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綁著睡覺 我是綁著睡覺 因為出去每個人都問得很煩耶 那那個 所以我原始綁著睡覺 不是那麼舒服 所以 後來我就沒有用八字 綁帶綁 那後來我的方法呢 就是我去游泳 我去游泳 請 請那個 我們的那個 游泳池的那些 救生員的小哥 幫我看一下 我的這個脊椎的問題 然後跟我講一下 我這個正確的游泳知識 應該是怎麼樣 那我就去做到他們告訴我的 那個該做到的那個動作 那慢慢慢慢他又有進步 又從他們看到告訴我這樣 所以一直以來到現在已經有非常非常大的 又又進步了一大步 所以現在剩下的 您上次看到的就是 上次您告訴我說我的那個頸椎 頸椎 頸椎 頸椎又跑掉 那我自己 我要跟你講一下 就是說我自己發現這個 遺骨式療法這個綁腿 非常的非常的神奇 為什麼呢 就是我綁完腿睡了一個晚上 還有我要跟你講說 大概四五月的時候我來的時候 那個助教跟你有說 現在你們都綁七條帶子 我想喔 書頂我書頂耶 所以我就從 我就從那時候開始 從三條改成七條 那因為我媽媽的那個腳沒有那麼長 所以我媽是六條 對我媽是綁六條 那綁了六條以後呢 我發現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出的汗比以前更多 這是我的發現 那我媽媽也是 那個康復說我媽媽常常 整個手都是濕了 對對對 就是發現綁的帶子越多 他的情況 他的反應 因為整個腳底下半身的學術 變得更好 更好 就是說七條六條 比三條來得更好 對對對 然後我有一個小小的發現 我本來那個腿 其實我腿已經很漂亮了 那但是有一個空隙 我發現我那個下肢 就是小腿那個間隙又更小一點 對 我們所謂的那個間隙就是O型腳 對 我不是那麼O啦 對對 但是還是有一個間隙 但是我發現我綁了七條了以後 我下面的那個又更接近了 那這個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還沒有 上面的部分還在那個間隙還滿大的 現在還在還在努力 大哥不好意思 我住在錄影 您可以可以等一下 我們馬上就做完了 謝謝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發現七條比三條的效果更明顯 那我媽媽現在是綁六條 是 那我想要講的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發現就是說 我的這個脊椎側彎 已經有更大更大的 多補充一下 是是是 為什麼你的尿尿從一次兩次到可以一覺到天亮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身體的平均溫度是36.7度 但那種腳底是什麼 循環末梢 是33度 但很多人呢 腳底並不到33度 27度 29度 結果你腳就冰了 冰涼了 晚上就容易平亮 當你的腳升到33度的時候 就是正常溫度的時候 你平亮的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在那個認知比 有很多了 我們對這個人體體溫的做一個試驗 就是那個腳底 很多女性啊 都是溫度偏低的 所以你要容易那個夜間平亮 但是經我們的長期的那個讓患者使用啊 很多的平亮的解決 有 有一個呢 老太太啊 我晚上她起來四五次 我說一個晚上起來四五次 那天晚上跟你就不再睡覺了 因為我們上了年紀 你起床之後 要再回去再睡了 換來不去 我也怕你一個鐘頭 你可以一個晚上 上了四五次 等於四五鐘頭 沒在睡覺 想到你一個晚上 能夠睡多久 睡覺 所以算懶老是睡眠不足 但是綁腳之後就解決了 那這個也是 為什麼我幫我媽媽穿襪子 從那時候開始 應該是從那時候開始吧 我已經忘記切切的時間 就是 我就堅持我媽媽任何時候都要穿襪子 連夏天我也說 我媽媽夏天要穿襪子 那整個養護手 所有的人都是刮那腳 他們後來 去年我有注意到 去年的冬天 他們有把他們穿上襪子 但是在那之前 是我堅持我媽媽的腳 要穿襪子 連夏天都要穿上襪子 因為他們夏天都會放冷氣 對 夏天 而且他們那個蓋被子是蓋到腳 那個腳底是露出來的 是露出來在冷氣房裡面 對 那我堅持我媽媽是要穿襪子 對不對 我們隨時我們不穿這個襪子 對 所以台灣有一句話 我們台灣話講可以嗎 在 我們頭一定要冷 摸著腳部會冷 頭冷 腳燙 健康 老一代就有這麼假的句話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睡覺 我們在用討枕 討枕他痛氣很好 頭部會冷卻 腳綁起來 因為這樣綁起來之後 血液訊號變得更好 腳底會發熱 我就不會冰冰的問題 所以說 日常生活有很多的小細節 跟你的健康有直接的關係 謝謝 現在 我們現在 已經從認識老師到現在 一年半了 那我就是想說 這一次就是 老師有上次 上個月有跟我說 您九十八歲三個月就處理完 所以就激起了我這個精進的心 趕快 就 奶奶一下 現在講 以前是已經開了 但是媽媽就把它伸展 把身體韌帶伸展 慢慢就降下 是 是 以前這樣很多 是 有一點點 我還是想 上次跟您提過的 這個珍救物教會不會讓它鬆動 我還是要 要 增加這個項目 但是還沒有 還沒有 不知事情 對 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有了一個想法 就是要去執行 那執行了以後再看 也許這個中醫師不行 但是再找 總是要試試看 讓我媽媽可以快快的 我這句話 曾怪了嘴巴上 健康的方法 越多越好 不要排斥 我中部排斥方法 是 是 但是 那個 看法要是有效的 看法 不過我覺得 一個方法有沒有效 不是這個方法的本身 有時候是看 你自己 我沒有配合上 就像剛剛 這位小姐說 游泳怎麼樣 我說 我們有一個朋友 游泳了二十幾年 還是老樣子 那自從我告訴她 她說她是 這個 老狗 學不了新法系 因為她是我 三十幾歲的時候 救生班的 鋼鐵啦 鋼鐵的 這個 弟兄啦 你想管他有這個嗎 不是 不是 另外一位 她是 計程車 她是計程車的先生 二十幾年後 我看到她 還這個樣子 她告訴我 回了我一句話 老狗 學不了新法系 我馬上指著 我們家的小狗 我說 你看我媽那隻小狗 對不對 有的好棒啊 我有放在 YouTube上面 但是我 那個 退休以後 第一折的 那個影音 就是 照我媽媽 對不對 媽媽 我把我媽媽 第一折 好像我記得應該是第一折 就是 獻給我媽媽 反正在很前面啦 那個 YouTube的那個 然後後來 一禮以後又照了一次 就是兩次 你看 那個 副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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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個 對 謝謝 謝謝 然後這個 副持能 以前 我不覺得 這麼重要 那 最近 來的時候 有一次 我媽媽這邊 手上 有那個 淤血 那 我不是在這 磨嗎 一磨了 那個淤血就散了 所以才知道 這真是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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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現在也 也很積極的 用這個幫媽媽 再推 那 我上次也說過 我希望 這個 對我媽媽的期待 是可以再吃東西 對不對 讓媽媽嘴巴 可以吃點東西 因為我媽媽 我媽香港小姐美食的 讓媽媽 讓媽媽可以吃點東西 那我 問過一些人 他說 要 再次吞咽 有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 你這邊 這邊頭頸 就是胸部 背部的肌肉 要鬆 所以我現在 就是 也花蠻多的時間 在胸跟背 背這個肩頸 給他鬆下來 所以我常常把這手架起來 給他這樣 而且我覺得 您說的這個 律動 律動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硬做呢 進步 可是如果 給他鬆一下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律動這件事情 也很重要 然後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 我綁著了以後 那個 那個氣啊 氣起來 衝到我的 這個 胸 這個地方 因為 我這個 基本上 我的右手 是有點問題的 本來是我的 右邊的寬骨有問題 所以我一開始 我 還沒有做綁腿的時候 我游泳的時候 游泳的時候 有仰式 我的腳是 我的右腳 是打圈圈的 雖然我的動作 是做上下 但是 出來的結果 是打圈圈的 可是 我發現到 這個綁 隨著綁腿的時間的進展 我這個圈圈圈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現在 已經沒有我這個圈圈的 寬關節的症狀 對 但是呢 它還是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我發現 光綁腿 就把我的這個 攀關節 這個 是 只要持自己 對對對 一年半 一年半 對 那 問題是 我現在 那 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 綁腿的時候 我會發現 我寬關節 會不舒服 有點像 氣功 氣沖 病罩 那種感覺 它現在 基本上 這邊沒有 那 還有一陣子 之前 就是說 在這一年半來 除了 髖關節 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位置 它也是 會 也是 有 那個 氣沖 因為 箭椎 跟骨盆之間 一個 關節面 我們稱之為 箭卡關節 它是一個 微動關節 我們走路的時候 骨盆也會叫 前後叫動 箭椎是不動的 那骨盆要 前微動 我在走路的時候 會叫 應有應有的 對對對 前後這樣子 微微的動 所以說 有人啊 關節面太緊 我們走路的時候 就是 很強 就是 我會不輸 是 我這次發現 我的 我的 氣沖 病罩呢 就是 從這個 髖關節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 比較多 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的 這個 左手 左手 因為我 打網球 我有網球走過 可能 可能 好了以後 還是有些 救傷 那 我今天 我今天特地做了 今天好好的做了一下 那個 爆膝 然後 爆膝 爆到緊 我把它貼到我的胸口 然後我就做震動 之後 你猜怎麼樣 它本來 這個氣是 衝在這裡 這個地方 今天 衝到這裡 就是 你幫我調整 就是 我發現 你哪裡不舒服 它會 跑到那個地方 那我發現 我的這個 氣衝 病造呢 是從下面 一直 往上 跑 所以我覺得 這個 綁腿 真的是個 綁 真的是一個 它不花力氣 你只要綁起來 對 它就自己 做事情了 對 那個氣 就自己 自己會 就自己生成 所以我覺得 這是 沒本生意 只要發點精神症 就好 沒有 你只要把它綁起來 我的意思是說 這真的 沒本 你要綁起來 然後 如果 我發現 如果願意更努力一下 就是早上起來 做 你說的 爆膝 然後 除了爆膝還有 震動 爆膝 震動 還有 還有什麼 然後 後來 我起來的時候 我就做了 您說的這個 這個 這個運動叫什麼動作 就是身體 往前 它叫什麼 拉背肌 拉背肌 就做拉背的那個動作 欸 它就 它那個 氣衝的 就往頭 往前 對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很好 但是 但是 我覺得 如果一般人 他們沒有這種 氣的觀念 沒有氣衝病造 他會擔心 他會說 做了這個東西 反而不舒服了 所以我有些朋友 他 有這個氣衝病造的關係 他分不清楚 他以為這個東西 喔 嗨呀嗨呀 這綁著腿 反而 這裡痛 那裡痛 然後他就不做 我覺得很多人 是他對這個氣 沒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然後他就以為說 喔 綁起來 就不 不 不舒服了 又怎麼樣了 他就放棄了 我覺得這最主要的 關鍵在於 一般人 對我們的身體的覺知 他並沒有對我們身體 怎麼樣的變化 我們的氣 我們的這個天然的氣質 那個那個氣 就不是 不是氧氣的氣 就是那個我們中國的 講的那個氣 對這個事情不了解 所以他產生疑慮 然後他就放棄了 我覺得這是最主要 為什麼 依骨式療法 這個綁腿 不能普及的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一般人 對中國的這個天 天生的那個氣 自然的氣 氣功 這個氣質 他一點都不了解 反而以為 是 是個問題 所以本來是一個 好事情 一個 有人說 它是 明顯反應 把這個明顯反應 把它 往壞的地方 去 去思考 反而 就 就 就 不做了 我覺得 放棄 所以 所以我覺得 要能接受老師 你這個自然 自然 這算是自然療法 因為又不吃藥 又不打針 又不開刀 對 不開刀 這是一個 另類的自然療法 要能接受這個 另類療法 它必須有一個 基本的知識 和 基本的涵養 就是 要對 中國文化 這個氣 這個事情 要有一些了解 否則的話 他 一點都不知道的話 他就是往昔 喊喊喊 這樣 就 放棄了 或怎麼樣 所以我想 要跟你 講一下 這以後我們 在教學生的 非常可疑 因為 他沒有這種 觀念的話 如果一個人 完全沒有 中國的這個 氣 氣充兵 這氣 是一個天然氣 這是 對我們身體 是一個 非常棒 這樣 這個 宇宙 生成我們 這個人 這個 這個人的 這個身體 的構造 它就是有 這個天然的氣 這樣的一個 保護作用 但是 一般人 都不了解 所以 才造成 這個 這個療法 這個 綁腿 這個 因果式療法 沒有辦法 大 規模的 傳播 最主要的關係 這是 我想跟你 分享的 這個部分 謝謝 我覺得 如果 有一個真正 自己 親身 親為 得到一個 新的概念 就是很重要 我是覺得 如果你 不把這兩個 東西連結起來 一般人 他是 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接受的 你講的 再好 因為我 我班上同學會 我帶著去 帶著去 請他們體驗 但是 願意做的人 聽聽而已 他也不願意做 因為 他覺得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 他們看到 我把媽媽綁起來 他們說 我的虐待嗎 這是讓我非常 傷心的事情 我認為這件事情 做綁腿 這件事情 是對我媽媽 是一個最大的 祝福 但是 對一個 不懂的人來說 他說 你怎麼這樣 虐待媽媽 他能問我說 那你要綁多久 我說 老師說 越久越好 一輩子都要綁啊 沒有 他問我 一天要綁多久 尤其 像這樣 我常常講 坐下來 超過十五分鐘 就可以把西上那一條綁起來 你骨盆就不會一直往外開掉 你可以來講 對 等一下 因為我們要走了 你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他也不一定想要被我們錄 對不對 所以那他在那裡 我也不可能去照他 所以那個等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綁腿這件事情 您告訴我是越長越好 只要他坐著超過十五分鐘 可是我媽媽 她不是躺著就是坐著 所以對我來說 就產生了一個壓力 對 因為他們不了解 但是我後來我認為說 不了解 那個幫者就好 錯 對 他們不瞭解 她不瞭解 然後覺得說 她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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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天都在百條條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但是我自己釋懷 我知道我對我媽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不要被人家影響 我對媽媽的好意 而且她的現在的這個進展 是有目共睹的 並不是說做的一年半越做越差 對不對 是越來越好的 那如果是越來越好 為什麼 你一個外行人要來說詹道詩 對不對 所以我就傾向於不管他們講解釋 您是有在堅持 對的事情我就堅持 是 所以我只是要跟老師說一下 我現在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 那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我也知道這樣對媽媽是好的 而且 媽媽在笑 一年半了 現在媽媽有表情 有笑啦 痛啦 不舒服 她也有表情 以前不舒服也是有表情 但是現在的表情比較柔軟 以前比較堅硬 以前對痛 會有表情 從現在的表情 她說對了 她墊在口 她墊在口 老師 我們的時間到了 讓我們開了 對 今天就不做那個 對對對 來 你看 但是今天喔 兩個腳開的真的 以前是根本要跟她洗洗或者是換尿管 都要兩個人 一個人把她腿拉開 經過腦中風之後 對 對對對 這幾個長情都說 閉鎖 這要把她慢慢慢慢拆掉 不是 因為之前我 我的經驗也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 所以慢慢慢慢就萎縮了 萎縮了就僵硬 那個 關節就僵硬 是這樣 老師 非常謝謝 我們要走了 我們先 як打我們 對 明言 掌握 這裡 好